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天空之称 买飞机和买车子一样 有标配跟选配的分别吗 是有的喔 买飞机呢 也有分减配和全配的差别 就拿我现在飞的Q400来举例 在加拿大每一家用Q400的公司呢 选配上面都有一点点的不同 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飞机上面有哪些装备是可以选配的呢 让我们一起看吧 世界上使用同一架飞机的公司很多 但因为每个国家的法规都不同 每一个公司的需求也不同 所以大家买的版本呢 也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像车子一样 飞机也有自己的最大承载重量 Q400这台飞机呢 就有四种不同的M-tone版本 这四个版本呢 有基本的载重 中间的高载重款和超高载重版本 大家可以猜猜看这四种款式的飞机上有哪些不同 让有些型号可以载重比较高呢 给大家一个提示 这四种飞机的引擎都是同一颗哦 每一家公司有不同的经营方式 飞机里面的座位多寡呢也都不同 在加拿大最普遍的版本就是这种 74到78人座的机型 庞巴迪也提供另外一个86个座位的版本 我自己知道印度的Spice Jet就是买这个版本的飞机 如果你是一个客运跟货运都需要的公司 你还可以买这个Cargo Combi的版本 前面可以坐呢50个乘客 后面也有空间可以载货 日本的琉球航空就是订购这样的版本 他们在岛屿间的飞行所需求 小岛的乘客不多 但货运的需求还是存在 所以也出现了这种Cargo Combi的版本 有些机场附近的地形呢 让Q400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备 叫做Steep Approach 一般的飞机大约都飞3度下滑度的IOS Q400可以飞到4.8度左右的下滑度 这个Steep Approach打开之后呢 可以让飞机在飞下降率比较快的时候 Sync Rate的警告不会开启 多伦多的Island机场和英国伦敦的City机场 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特殊需要这种飞机设备的地方 在机舱施压缺氧的时候呢 飞行员也会带上氧气罩保护自己 机舱里面的氧气罩呢 原厂也提供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我带的这种基本的款式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除了氧气罩之外呢 还有加上护目镜的版本 现在越来越多的飞机甚至是汽车 可以选配所谓的抬头显示器 Q400这台飞机只有左架可以配置 让机长在飞行的时候只要看着前方 不用上下来回扫描仪表和外面的情况 有了抬头显示器之后呢 能做的Approach Band也会比没有的版本低了许多 我们公司自己就有两种版本的Q400 新版本的机舱呢 有安装LED灯 不只寿命更长又可以省电 新版本的行李箱也变得大了许多 每年庞巴迪公司都会和使用他们飞机的公司做讨论 找出可以改善的空间 让飞机能做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安全 所以买飞机就和买车一样 很多东西都可以选配和客制 其实在我们的原厂手册上面呢 是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选配的 那我们就不在这边一个一个列出来了 所以每一家航空公司都会因为自己的需求 和当地的法规来选配自己想要的飞机 这样大家对飞机的选配有比较了解了吗 OK 那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吧 下次再见啦 拜拜